不陌生 不同于肥沃的黑土与黄土 河北鸾州一半以上都是杀质土壤 千百年来 在这片五谷艰难生长的土地上 人们世代摸索前行 努力寻找着适宜的农作物 渐渐地 这里的人们 让食物成为大地的深刻记忆 在鸾州农村 这是再普通不过的早晨 玉米粥是早餐的常态 这是典型的北方生活 但不典型的是 范卫东一家的早餐里 还有油炸花生米 高温下 富含油脂的花生水分蒸发 表皮变得酥脆 鱼温和油脂让盐粒逐渐融化 多重点的 都可以吃这个水果花生 一道别处滋味十足的下韭菜 在这里却成了早餐的标配 原因就在于花生 在这里已种了数百年 鞋上电动三轮车 老伴也一点不含糊 他们的目的地 是林间的三分地 范卫东居住的杨家院村 仅靠卫河 和卫州上百个村子一样 河水带来稳定水源的同时 也带来了泥沙 这片冲击平原 全是沙制土地 并不适合主粮的生长 沙子的这个地特别暴 还脱不住水 那浇朵水它都漏一起 都沙子的 都不挂土 土子都不拉分 尤其是在早的时候 那沙也不让了 一棚土全是沙 无法粘连 保水能力极差 但这缺点却成了 花生的天然伏地 收花生必须两个人配合 范卫东每次刨出的花生 不能多 出土的秧一旦干掉 花生很容易就脱落 但不论如何小心 一路在所难免 珍惜每一粒收获 是沙土地上 人们的自然养成 今天的卵州 花生种植 已经告别了 沙中刨石的新老 二十五万亩土地 依靠机械 延续着来之不易的 生命轮回 种不了地上 就种地下 种不了五谷 就改种花生 这小小的变通 源自获取食物的艰难 进入十月 天气变得干燥 李佐军能让平凡之味 变得甘之如鱼 但他很怀念曾经的时光 孩子在小的时候 特别爱吃花生酥糖 那些条件不好 建立花生酥糖都抢了吃 他也得吃 到现在呢 都是得过来给他们留着 过来再吃 在这个时代 人们已不须固守杀地 爷爷李佐军 想让城里的孩子们 常常回来 法宝 叫做花生酥糖 一扬 一搓 再扬起 花生与皮壳 开始分离 借助波及 重量轻的壳 不断被推向前端 最终掉落出去 分离花生衣也有智慧 农家土造 干锅蒙炒 水分不断蒸发 花生人不断干燥 发花生 便发点红头 就得瘦了 一刷给它 是花生 一会儿看看铁锅 一会儿看看灶堂 掌握火候 喂的是花生不焦 寒水量的不同 导致花生人收缩 红衣破裂 内外分离 来 尽管红衣能够入药 但会影响花生酥糖的口感 白色果仁 才是李佐军需要的原料 赶杖 来回碾压 花生人开始破碎 直到成渣 这些花生碎不会很散 使花生油让它们沾连 说来轻松 却是一生的经验 起锅烧水 甜味在李佐军看来 也有层数 麦芽糖和白砂糖的甜味 是不同的 边熬边搅 一旦停止 粘稠的糖浆就可能糊工 这个糖等熬到 一点水分没有了 一吃是酥的了 那才能做呢 做出来的花生酥糖 好吃还酥还脆 还不张牙 制作花生酥糖 对温度要求极高 入夜 气温骤降 李佐军自有妙招 案板连通着炉主 余温暗自传递 对于温度的感知 李佐军几乎用不到什么特殊工具 靠的是一双巧手 便能捕捉糖浆的变化 花生碎包裹其中 不断折叠 不断压实 温度太高 糖浆不成形 温度太低 糖浆易变硬 无法包住花生 反复叠压 花生碎均匀地揉揣进糖浆中 糖体在碾压与拉伸过程中 冲入少量气体 酥脆自然形成 一折三层 两折九层 折叠六次 这块花生酥糖 共有七百二十九层 相比于商场里 琳琅满目的糖果 制作花生酥糖 全程手工费时费力 但李左军倔强地坚持着 物资匮乏的年代 这小小的酥糖 曾带给家人无尽甘甜 如今 爷爷首作的花生酥糖 仍是家的年和季 花生酥糖 花生酥糖再也不怕孩子们偷吃了 因为他们都已长大 孙子成了李左军的心头肉 你帮我说 爷爷做的酥糖好吃呗 好吃 好吃 下次回来了爷爷还给坐着吃 每次来了爷爷给你做酥糖吃 孩子们去了城里 但李左军有方法让孙子黏着自己 总有一些人没有放弃故乡 贫瘠的沙土地上 他们与花生相遇后 不断创造 直到甘甜 短暂的相聚 孩子们又要回去了 但李左军坚信 要不了多久 孙子还会吵闹着要再回来 进入深秋 天气快速转冷 但这还不是农闲的时节 收获完花生 董少武抢在上洞前 又种了一茶蔬菜 此刻已是冬季 北方蔬菜匮乏 红心萝卜 是兰州人最熟悉的过冬菜 离开沙地后 红心萝卜仍在呼吸 如果不尽快处理 十二个小时后 他们将开始干瘪 直至腐败 此刻 萝卜每一秒都在丧失鲜活 董少武必须抓紧时间 新鲜的萝卜 口感脆爽 富含大量水分 被当地人称为塞鸭梨 切去头尾 露出内部果肉 这是一步险期 更大的裸露面积 会让水分加速流失 做了一辈子农民的董少武 从没想到 自己开始的将是一场生物试验 处理好的萝卜 放入大缸 倒入食盐 这就是鸾州人东储的妙招 腌渍 盐分进入萝卜体内 细胞组织液开始渗出 呼吸逐渐停止 高浓度盐水 让每一块萝卜都能被裹挟 再压上一块石头 重力压迫 水分溢出 盐分渗入 向西望去 那边是儿子上班的城市 老套的萝卜处理方式 和董少武一样 68年 他很少走出大马庄村 村里的年轻人 都去了机会更多的城市 老人们 总也离不开自己的土地 但没变的 是这片土地上 每一代人都熟悉的味道 三个月后 红心萝卜变成了这个样子 不见了饱满风鱼 体内尽是盐分 两份麦夫籽 一份玉米面 用手攥成窝头 疏松了孔洞和窝头的内凹 迎着高温蒸汽 使得糖分和碳水化合物 释放出粮食的香味 熟透的窝头 将会继续发酵 这是农家大将的引子 关于风味的试验 还在继续 把那个豆炒了以后 炒了以后 炒了以后 把它煮到面图 煮软回来 再搁那窝头 把它两个一搅和 挑好的黄豆倒入铁锅 反复翻炒 直至表皮焦糊 释放出浓烈的豆香 在隔壁 现在刚的酸酸混合以后 染成这一个多叶 两来叶 味道特别好 加水 接下来 豆子还要在锅里 闻火煮上两个小时 正常情况下 还需要发酵数周 但董少五已经等不及了 一个月后 儿子就要回来 酱饮子掺入软烂的豆子 制成大酱 只需再等一个月 时间的转化 会带回远方的游子 他打电话说 会来待两天 看看我们 倒入大缸 除了咸味 萝卜多了一层酱香 缸里完成了时间的转化 萝卜被想象力赋予了更多的味觉体验 第一场冬雪 在鸾州落下 时间很快到了一个月后 曾经在沙土里的红心萝卜 此刻已改头换面 现在的名字叫咸菜 作为最常见的食材 作为最常见的食材 也是曾经对幸福的定义 从收获到上桌 董少武等的就是这一刻 这是儿子童年最爱的一道菜 咱们这家乡的这个花子炒豆腐 现在都是现在的 小时候挺爱吃的 还是一个味 特别好 你小时候吃的 小时候最爱吃的 好久不见 董少武略显声色地开了场 儿子欲言又止 心中也早已有了盘损 不然你们老两口 跟我一会儿上城里住去呗 都不用了 咱们家的特别多 都在城里放心得行 我们就不在家种在地 还得玩它好好工作 放心得行 那放心吧 有点谁不知道 少种 我是非常不乐 都说着让对方放心的话 心里却很难放心 三天后 儿子还是赶回了城里 带走的是几颗缸里的老咸菜 无论如何 烟萝卜最大的味道都只是咸 董少武同样明白 沙地里耕作很难大富大贵 但守着几亩薄田 心里踏实 有人离开 就会有人回来 六十岁的粉条厂厂长张山 最近很开心 竟然有年轻人 跑来跟他学手艺 粉条的秘密 就藏在自家地里 沙地松软透气 是根精细蔬菜的最佳土壤 种植番薯 是鸾州农村家家户户的拿手好戏 把稿需要往远里跑的 别人都跑坏了 往远里跑 张山显然对眼前的年轻人不放心 收获虽只需要一把稿 但每一稿都要离根部十厘米 省力的同时也不容易伤到番薯 最早种植于美猪的番薯 在明朝后期传入中国 随即展示出适应力强 无地不移的优良特性 整整一个上午 扭曲的姿势 酸胀的身体 沙土地上的两人很辛苦 在鸾州 蒸烤是番薯最常见的食用方式 但张山却一反常态 切片晾晒后 用十年碾碎 一人推 一人拉 传统的碾木 竟让番薯变了颜色 你看看咱们这个渣子海 多穿两面水 穿完了以后 它底下下起来 都是咱们露粉的了 给你放下来 再给你放下来 好 我许多 帖号 鸿 担 逐渐透明 下层的白色沉淀 才是粉条最原始的状态 咱们把这个大灯挖出来 就把它蹬干了 蹬干了成了干了以后 再晾干了 晾干了这一块就可以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200目的细筛 反反复复 粉块变成细粉 浇入热水 番薯粉中的蛋白质 在高温的作用下 变成粘稠的护状 手掌在瓷盆中研磨 细小颗粒逐渐消失 质地更加均匀细腻 粉条好坏的秘密 全藏在这晶莲添 全藏在这晶莹剔透的粉糊里 芡与白薯淀粉的比例 必须精准把控 每次加入薯粉量的多少 考验的是手上的功夫 太多容易结块 太少 粉糊则会太稀 刚揉并济间 这是一场体力与技巧的撕扯 口传新寿 记忆在两代人之间 悄悄传承 你给我装面子 装面子 装了之后咱们就开始露 露粉很讲究 手劲要大 用力要匀 一瓢面团重三公斤 左手直瓢 右手发力 锤打烧饼 在重力作用下 粘稠的粉糊漏过孔洞 上粗下细 粉条随着手的震动 缓缓地从漏孔中 落入废水锅里 烙热了以后 咱们就给这凉水过 过完了以后 咱们都是倒了 从滚烫的废水中 月入凉水 蛋白质迅速凝结 粉条变得晶莹爽滑 粉条很随和 它能与不同的食材 搭配出不同的精彩 猪肉煸炒 浓油赤酱 味道要足 咸味要重 最后 耐煮的粉条 可以充分吸收肉汁的香味 在张山的记忆中 猪肉炖粉条 是只有过年 才能吃到的硬菜 从小到大 他吃的粉条 都是自家手作 张山也不奢望 眼前的年轻人 一次学会 只想他记住 这是从沙地里 长出的味道 杀土地 或许让这里 曾经的生活 异常艰难 但坚忍的鸾州人 一年四季 人不歇 地不荒 照这个字 它的本意 指的是捕鱼的一种工具 在捕鱼的时候 用这种工具 从上向下 迅速地把鱼盖住 所以这个照 引申为覆盖的意思 宝定有一种美食 叫牛肉照饼 其实就是把牛肉 盖在饼上 撒上葱丝 然后用滚烫的汤汁 反复地焦透 味道鲜美 我们宝定人 几乎每天都离不开 保定人所说的照 指的是用汤 加热食材的过程 由于饼 肉和葱丝 都是凉的 需要反复焦烫 每焦一次 就是照一次 一碗牛肉照饼 一般要连续照三次 烫热烫透 才可上桌 今年累月 照被保定厨师 勾画成了 当地特有的美食符号 不仅照着保定人的胃 还拴着他们的心 保定古为燕照之地 北控三关 南通九省 清朝雍正年间 设直立总督 保定因此繁华 商谷云集 参观林立 十里八乡的商贩 往来保定府做生意 为了节省开支 往往都是自带干粮 干粮又冷又硬 不好下肚 餐馆就让商贩出干粮 自家出肉汤 给照一下 这样 有汤有水有肉味 解馋又顶饿 放上几块肉 店家趁机挣个服务费 双方互惠互利 赵石 由此大受欢迎 成为保定独有的吃法 尹庆民的一天 从扔沙袋开始 人随带走 带根守飞 这种抛接技法 是保定快交的基本功 保定快交 自明朝永乐年间兴起 身形肃急 腿法伶俐 过来过来过来收团来 今天咱们表现都不错 中国咱们一块 吃点照饼 牛肉照饼 行不行了 好嘞 走走走 一块起来 好嘞走嘞 悠久的上午传统 让保定人形成了 吃牛肉 长力气的习惯 原本做牛肉照饼的 很多厨师 也都是习武之人 尹庆民 曾经在保定的 知名饭店做大厨 退休以后 练功 吃饼 依旧是他的两大乐趣 一大碗热腾腾下肚 再出一身汗 舒坦 豆腾一泡 吃着又舒服 又扛师傅 为什么呢 练武的 他卖力气 吃这个烙饼 跟这个牛肉 他扛师傅 安建军不练武 练的是赵 要把赵德公 促炼得出神入化 汤是灵魂 点睛之笔 就是熬汤的香料 在他的手里 三十多种香料 组成牛肉照饼的 美味密码 用来拴住 食客们的胃 牛肉这个泪板 是做牛肉照饼的 一个首选部位 因为它这个肥瘦香肩 层次感觉特别好 肥瘦香肩 吃到嘴里边以后 它是有一个韧劲 还有一个就是这么 特别香的一种感觉 选香料 选牛肉 选择踏踏实实做照饼 安建军 与牛肉照饼的缘 难以割舍 虽然从祖辈开始 家里就在保定 开照饼店 但年轻时的安建军 对做照饼并不感兴趣 他更痴迷于 修机车 玩机车 一起绝尘 走四方 随着父母年纪大了 在南方闯荡多年的安建军 最终还是选择回家 接手祖传的照饼手艺 他把钻研机械的心思 用在了改良牛肉照饼上 让安家的赵字招牌 更加鲜亮 牛磅骨斩成两段 大头阵 牛肉切大块 紧随其后 密不适人的香料包 垫后压阵 料酒 葱段 姜片去腥 撇去浮沫 稳住底味 每天重复地来熬这个老汤 老汤加进去了以后 它也是一个是对牛肉的一个提香增色的一个作用 传承了几十年的老汤加入 老歌新曲演奏出美妙滋味 再用当地特有的面酱 泼洒一笔重彩 便照准了保定的味道 肉炖到筷子正好插入即可 软硬适中 不柴不烂有嚼劲 烙好的饼放凉 撕成云朵状 放入碗底 铺垫焦香 炖好的肉切成大片 铺在饼上 勾化醇香 再来一把葱丝 滤身脆肠点清香 摇起一勺热汤 手腕轻转 倾泻在碗里 随即颇洒干净 旋即又来一勺 反复照三次 直到葱熟肉香饼透 你好 咱们照饼吃鸡肉鸡 那我来个二招二 二招二 多放点葱 好嘞 肥汤 肥汤 要肥汤 要肥汤是吧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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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到饭点 保定最热闹的地方 当属牛肉照饼店 点照饼时服务员会问你 要几照几 不是保定人会历史蒙圈 肉和饼是分着要的 肉二两饼三两 叫二照三 肉在前饼在后 不能说反了 一照二就是一两肉 加二两饼 肥汤就是油要大一些 瘦汤就是油要少一些 照饼要趁热吃 葱香一马当鲜 唤醒味蕾 大片的牛肉 好似一击重锤 让人胃口大开 软糯的饼香 蜂拥而入 功成略地 美妙滋味层层递进 青葱甘甜 牛肉醇香 烙饼胶软 再来口热汤温暖相送 此时再挑剔的胃 也会瞬间破防 一个保定人专用的照字 一锅鲜美的肉汤 一把翻转的爪里 照出了独特的保定味道 数百年来呵护着 他们的多彩生活 在来源也有一个字 历经岁月的魔力 正变得越来越鲜亮 它只需一根小木棍 一把玉米面 就能搅起几代人的乡愁 搅就是搅动的意思 保定来源有一种美食 叫搅粥 就是用手拿着工具 不停地去搅动 在玉米粥中 加入玉米面 不断搅动 直到粘稠到 可用筷子加起 好似年糕一般 它虽然叫粥 却不是粥 而是饭 做搅粥 用大火 才能最大限度地 激发出玉米的清香 保证营养不流失 为了配合大火热锅 来源人修炼出了 快脚这一独门技法 也让脚粥 成了当地人的心头号 来源取来水源头之意 山地气候特点显著 素有良成的美誉 由于昼夜温差大 生长周期长 来源玉米口味香甜 当地人因食就食 独创了角粥 这种简单快捷的吃法 八年前 赵东海把自家的老宅 改成客栈 借着来源旅游开发的时机 和妻子胡彩霞 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随着外地客人增多 他们想把最具来源特色的美食 角粥带入民宿 作为客栈的特色 每当有朋友来访 夫妻俩都要做一锅角粥 请大家品鉴 听听大家的意见 夫妻俩手忙脚乱一顿操作 就是希望自己的手艺 能早日得到认可 吃了很多次 可总也吃不到儿时的滋味 夫妻俩决定回到角粥的原点 去寻找它最本真的味道 为了这次寻味之旅 赵东海还特地翻出了 家里多年不用的一个宝贝 这是我奶奶用过的 以前小时候 她给我们搅角粥 就是用这个角粥拐子 现在这个头有点松了 我把它修一下 再来远 几乎每家都有一个角粥拐子 讲究的会找木匠做一把 其实只要相中了一节枣树的树叉 取下来稍作打磨 就能满足一家人的需要 正因如此 各家的角粥拐子形状各异 当地人打趣说 在来源没有一锅角粥的味道 是一样的 做角粥 火要大 动作要快 筷子勺子铲子 过于单薄 难当重任 角粥拐子顶端的横幕 与粥和锅底的接触面积更大 让粥受热均匀 不至于糊锅 嚼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 学做角粥首先从做酸菜开始 秋后庄稼收割完了 村里的女人们便忙碌着腌制酸菜 在过去 谁家女子能搅好一锅搅粥 做得一手好酸菜 就会成为出价时的一种资本 沉睡了数月的酸菜 在火的催促下逐渐苏醒 散发出奇妙异香 新鲜的豆腐和酸菜是绝配 在热汤里激情相遇 鲜咸合一 稍加焖煮 散发着浓郁香土味道的 角粥伴侣就出锅了 玉米的清香在老屋营绕 锅里锅外部署到位 大战一触即发 火急不等人 一只手撒玉米面 一只手快速搅动 随着粥越来越粘稠 筷子败下阵来 赵东海的传家宝就该出场了 我得拿那个管 我都放完了 新兵上阵经验不足 一旦乱了分寸 吃角粥可就要改成喝疙瘩了 那我久了下吧 太苦了是吧 没事 关键时刻老将出马 稳住了阵脚 这边差不多的 脚粥 既是体力活 也是技术活 火大了容易糊 火小了不出味 脚慢了 脚出一锅生面疙瘩 脚快了又熟不均匀 要参透这个饺子 需要下一番功夫 再焖一下 还用焖吗 搅到什么时候才算好 理论上说 是稠到用筷子夹起来就可以 实际凭的是手感和经验 一锅一味 百锅百味 脚粥的味道 就是来源千家万户的味道 是小时候的味道 真好吃 今天这脚粥搅得挺好 是吧 刚出锅的脚粥 配上亲手腌的酸菜 瞬间就能打开家的味道 一个脚子 搅出的不仅是来源的乡村美味 刚是当地人难以忘怀的童年 是无论走多远 都会搅动心中思念的故乡 来只筋 大点的 好嘞 俗话说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酱居第五味 但是在保定 这个排位 酱可不服 保定人的一日三餐中 面酱几乎无处不在 可以直接拌面 也可以入锅 炒 能腌得了小菜 也烹得了生猛海鲜 面酱既是直接入口的调味品 又是化入汤汁的点睛植物 一百个保定人 一百个保定人恐怕有一百种以酱入菜的做法 一方水土一方酱 咱们来看看保定人如何点酱成香 在保定人的餐桌上 总能看到一碗面酱 陪伴着四季食仙 有了酱的点化 四食风味都在保定人的口中 变得适口妥贴 如何做出有保定性格的面酱 这里的智酱师傅们 有自己的诀窍 对面酱需求 根据区域不同 也有一些差异 山东 山东跟咱们就不一样了 山东他们吃的是甜口 颜色要淡 它的酱香气要淡得多 江浙一带 他喜欢甜口 草宝中 面酱厂的工程师 与面酱打了四十多年交道 他的工作室里都是精密的仪器 别人看酱只是酱 他却可以看到酱里的另一个世界 这是秋女酵母还是鲁氏酵母 秋女 秋女酵母 长得非常好 发育率很高的 现在细胞已经长到了每毫升三十五个亿 发育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明天就可以用到酱里边 非常的漂亮 古朴的酱缸和现代的仪器 同处一室 这里既是制酱作坊 也是口味实验室 草宝中痴迷于酱 也热爱科学 既然不能穿越到从前 他就索性把从前搬到现在 小麦粉加水 活成面团 上锅蒸熟 传统的方法是切成片状 福田里 在阳光和风的作用下 自然制驱 现在 草宝中却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制驱 过去自然介绍微生物 在驱子里边长得成熟以后 会产生一种 给人一种五颜六色的感觉 我们用的驱子 是米驱 这种诚主 ف儿子 这种诚内编面图 其实没出现 你跟着你 肯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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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论保定面将的由来说来话长 明清时期有天下将业无人不说哨的说法 浙江绍兴的将远近闻名 当时直立总督鼠崖号称清代省府第一崖 这里除了有总督之外 还有来自各地的文官师爷 清代中晚期 庞大的绍兴师爷组成了鼠崖的主要幕僚群体 跟随他们而来的既有家眷 还有家乡的饮食风味和文化 保定逐渐成为全国产匠的重镇 如今 保定的面匠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 演化出属于保定的味道 小小的一碗面酱 可闻可捂 可凉可热 可调味 可添色 可做几叠小菜 可登大雅之堂 在美食的擂台上 酱总能以不变应万变 保定酱园之多 其他城市无法比拟 在上世纪 保定还靠着酱菜 一时间扬名世界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德国记者莫里逊在中国时 为保定的酱和酱菜 拍摄了一组有年代感的大片 酱菜是那个年代流行的伴手礼 当时兴许莫里逊手礼 也正拎着酱菜呢 潮汕人惯用橄榄菜送粥 广府人则更爱咸酸腌菜 老北京觉得冬菜最正宗 四川人则守着泡菜坛子长大 保定人的餐桌上 几叠酱菜便是最惬意的滋味 草宝忠家的酱菜制作季又到来了 新鲜的撇篮 黄瓜 萝卜 在盐水中浸泡了两至四个月 终于迎来了变成酱菜的第一步 好 未经许可, 拜登 这是 陈厂 插 那 这是 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酱菜最关键的一环就是菜里边不能有酱 如果菜里边有的酱那就乱乱乎乎的就分不出来了 不知道哪是菜哪是酱 所以说我们在倒菜的时候呢 第一个步骤要解开这个大鱼前 要把这个酱呢一定要弄掉 左边抹一下 右边再抹一下 这样呢里边这菜就不会带有酱 口味是干净的倒出来就不会带有酱 一周时间初见橙色 将菜放到布袋中再重新放到一缸全新的酱中 如此往复 每周一次 菜和酱的约会 从羞涩试探到亲密无间 一个月后 经历愉快的蜜月期 小菜终于出缸 都说保定人内敛实在 保定酱菜 从来菜如其人 不拼颜值 只靠实力 浓重的颜色掩盖不了出色的味道 鲜鱼脆嫩 回味厚重 咸是本色 但层次分明 既有浓郁的酱香 又不失蔬菜的原味 在保定 酱也是让远方的油脂 难以割舍的家的味道 河北石家庄的清晨 同样诱人 但不同于资博 以猪肉做馅的烧饼 石家庄人更偏爱驴肉 卤制的驴肉 浓香四溢 与之搭配的烧饼 自是十分讲究 凌晨四点 李燕萍与妻子早早地起床 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他们要赶在顾客到来之前 完成出摊前的所有准备工作 十五年来 李燕萍的摊面 只出售一种食物 每天 石家庄的大部分地区 都伴随着这种食物苏醒 在当地 它有个响亮的名字 钢炉烧饼 这种面粉与驴油做成的食物 是石家庄人日常美食里的 绝对头牌 也是最能激发驴肉口感的 绝佳搭档 将炼好的驴油与面粉混合 反复揉搓 直到二者充分融合 与馒头通过发酵 所产生的蓬松感不同 钢炉烧饼的松软 所需的是另一种技法 将揉好的面团 擀成长条状 涂一层驴油 撒上面粉 使其能够层层分离 通过手腕间的拉扯 把面团卷成宛如长龙一般形状 揪捏分割 反复碾压折叠 这将决定饼内部的层数 层数越多 烤制后内部越为软嫩 最后在面饼表面撒上芝麻增香 前妻的工作宣告完成 十多年来 李彦平每天要卖掉两千多个烧饼 妻子赶压面团 她照看如温 这是两人多年形成的默契 烧饼的烤制过程极为讲究 首先要把握好火候 因钢里程凹形 凉或热 烧饼都会滑下来 因此待钢炉烧烫后 需将做好的烧饼坯 迅速一一贴在炉壁上 李彦 炉口盖上铁盖 烤制半小时后 凭借对颜色和蓬松度的观察 李彦平知道 面饼已完成最后的蜕变 只待冷却出炉 钢炉烧饼就此诞生 烧饼酥脆 驴肉软烂 外皮微甜 魅力咸香 看似矛盾 入口咀嚼 却又意外和谐 仿佛生日积月累的烟火间 饼香弥漫 提供开启一天的能量 简单朴素的食物 历经时间的打磨 品得到的是炙烤后的香甜 看得到的是历史的积淀 城市的变迁 其实风味本身 就是源于地域气候 历史环境的差异 最终成了一种不可割舍的饮食习惯 烧饼也不例外 满族人讲究 奉上道堂典款待 萨奇马满族点心 成为西刹沟村的道堂典 总是最先出场 萨奇马也称赛利马 到了宽城 当地盛产的板栗 成为制作萨奇马 必不可少的果品 这棵古树已有几百年树林 依然枝繁叶茂 当地人称栗树王 史记苏秦列传记载 南有节食厌门之饶 北有早栗之栗 民虽不田作而足于早栗矣 此所谓天府者也 两千多年前 苏秦就对燕山一带出产的板栗 给予高度评价 宽城地处燕山腹地 板栗种植历史悠久 境内百年以上栗树 存有十万余株 葛丽红不能忘怀 儿时未到 然而这些年 萨奇马逐渐离开了人们的餐桌 在宽城 会制作传统萨奇马的厨师 更是寥寥无几 葛丽红找到了当地老字号糕点铺子的厨师 李盛民 上好的栗子面 白面与新鲜的鸡蛋 配比最为关键 反复地锤打与揉捏 决定着萨奇马的软糯程度 切条 油炸 用糖浆层层包裹 塑形之后 将碎利仁 松子等果品 均匀洒落于上层 栗子与栗子谐音 寓意美好 若能用上老栗树的果实 则更能表达对远方客人的心意 品尝到糖点后 西刹沟村的宴席正式开始 正餐有49道满足菜品 按照宽城的饮食习惯 汤最后出场 寓意香聚后的圆满 地道的宽城宴上 汤的制作也总是离不开栗树 栗模 学名灰树花 宽城古老的栗树林 为其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 宽城栗模 层叠如帘 香气四溢 是食材中的提鲜上品 制作一道栗模汤 耐心和技法一样重要 要想有更好的口感 就要沿着栗模的纹理走向用刀 始于清晨的文火慢顿 要一直持续到宴席的尾声 主人的深情厚意 就在这细心与耐心中生腾起来 在葛丽红看来 以宽城板栗为主打的特色美食 既承载着一个民族的记忆 也融入了一方水土的特色 恰恰符合班金节的活动理念 他希望通过节日活动 让更多的人通过宽城认识板栗 通过板栗认识宽城 班金节系列活动如期举行 有板栗做的特色美食 让很多人一饱口福 宽敞味道正征服着 越来越多人的味泪 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味道